舞蹈家林兰关宣恋爱了 男方是小提琴手李连珍 李连珍转发了微博 一颗红红的爱心 全网都在庆祝 我却觉得身心都在发冷 他们是情侣 那我是什么 我和李连珍认识二十多年 确定关系有十年了 甚至昨晚他还在微信上和我说着甜言蜜语 林兰满脸娇羞地说着他们定情的细节 说他不过是崴了脚 李连珍就紧张万分 连夜赶过去陪了一夜 我的心却如同挣扎一般 他们定情的那一天 我高烧不退 李连珍接了个电话 连嘱咐都没有就匆匆跑了 原来是心上人崴脚了 我突然觉得好讽刺 我想要质问李连珍 却始终打不通他的电话 终于打通了 电话那端却是一个女人冷冰冰的声音 你就是连珍的前女友吧 我希望你不要再缠着连珍了 他脾气好 我脾气可不好 被这样羞辱 我又气又怒 还觉得心寒不已 林兰很快又发了一条微博 矛头直指向我 说已经分手的人能不能不要纠缠 他直言自己的比较小气 不想和人分享男朋友 配图是我拉着李连珍的胳膊 李连珍一脸无奈地看我 这女人谁呀 知不知道做小三可耻 敢抢我们姐姐的男朋友 看我不扒了你的脸皮 我茫然又心惊地看着一条条充满恶意的评论 这张照片明明是我们去约会 李连珍不允许我买冰淇淋 我在撒娇 为何会变成分手后 我对李连珍纠缠不清 一阵刺耳的铃声突然打破了安静 我以为是李连珍 心中一喜 结果一接通 那边就是一阵辱骂 就是你这个贱女人纠缠着李连珍不放是吧 别让我找到你 非把你这个臭脸给刮花 我一惊 反射性地挂断了电话 刚刚挂断 又是一个陌生的来电 我如同惊弓之鸟一般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开始拼命地给李连珍打电话 那边从暂时不通 到最后灌了机 我紧紧地咬着嘴唇 李连珍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既然想分手了 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说清楚 玩这一套算什么好汉 忍无可忍之下 我直接拨通了李连珍经纪人凡胜的电话 李连珍在哪里 你让他接电话 现在这种情况 他不该给我解释清楚吗 我声音显得有些尖锐 那边的凡胜声音 却冷冰冰的带着几分嘲讽 方瑶 你能不能有些自知之明 你和李连珍风风雨走过来 也这么多年了 你就不能为他考虑考虑吗 眼下这种情况 对他对你都好 对我好 网报也是对我好 我简直要气疯了 这话不该是你对我说 李连珍他若是真的问心无愧的话 你让他自己打电话过来 把话当面和我说清楚 按而 等到合适的时机 自会和你解释清楚 凡胜面对我的怒气 却格外的冷静 什么才叫合适的时机 不等我的逼问 凡胜利索地挂断了通话 然而我的厄运刚刚开始 我从小到大的经历 全都被扒了出来 我的学校也无能幸免 学校论坛里到处都是他们粉丝的辱骂 你们学校怎么教出这么厚颜无耻的学生啊 知三当三吗 真诚地给学校一个建议 要是想挽回好名声 还是赶紧给这个学生除名吧 公司忍受不了这个压力 将我解雇了 方瑶 你说说你纠缠谁不好 非要纠缠一个公众人物 现在好了吧 他们那群粉丝疯得很 逼迫着我们公司解雇你 我们也实在是没办法 电话那边人士的声音无奈又恼怒 显然最近被骚扰的厉害 我却觉得很委屈 我真的没有纠缠李连正 是他自己出轨了 李连正始终没接我电话 不但如此 他连我的微信都删了 我的心里一片冰冷 但我根本不敢出门 因为我公寓外面来了不少陌生人 这些人在我门口破油漆 还半夜三更来敲门 我忍无可忍之下 直接报了警 警察在驱赶这群疯狂的粉丝 我隔着门还能听到这群人的叫嚣声 是这个贱女人活该 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去拆散人家金童玉女 也不看看他自己配吗 小三就是罪该万死 我心底渐渐地慢上来 对李连正的愤恨 都是他 是他害我落到了如此境地 有警察的相助 那群人不敢这么胆大了 但是短信骚扰一直没有断过 叮咚 门铃声让我反射性地钻到了桌子底下躲起来 就像小时候每次被孤儿院其他小孩欺负时 只有桌底才能够让我感觉到安全感 好在外面只是个送快递的小哥 我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打开了快递 看清楚了里面的东西 我脸色一白 惨叫出声 快递纸箱里是一只死老鼠 散发着阵阵恶臭 里面还有一张纸 用不明液体写着死字 纸箱的边缘还绑着锋利的刀片 我没注意 手被划得鲜血淋漓 看着手上的鲜血 我彻底地崩溃了 我忍无可忍地拨通凡胜的电话 我受不了了 让李连珍这个混蛋去网上解释清楚 不然我不好过 你们所有人都别好过 李连珍若是不肯说清楚 我就亲自揭穿他出轨的事实 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了情义可言 或许是听出了我话语里的决绝 樊胜终于开了口 你别激动 等着我去接你 我被樊胜秘密打扮了一番 接到了李连珍现在住的公寓 他仿佛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般 温柔地对我笑 我冷冷地盯着他 心里头怒意在翻涌 他上前一把将我搂进了怀里 满脸的怜惜 瑶瑶对不起 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 不过你放心 我和樊胜已经想到了解决办法 保证以后这群人不会再打扰你了 三 我一把推开了他 你若是真的感觉到愧疚 你就直接发微博说清楚 你不是说你和林兰的关系是乐团的炒作吗 那现在闹到这种地步 你就不说清楚了吗 其实在林兰刚发微博的时候 我并没有什么其他感觉 我和李连珍是从孤儿院一路扶持着走过来的 我相信他对我的情感 所以在李连珍说他和林兰只是乐团的炒作 想要乐团更加有名气的时候 我都相信了 可是在李连珍转发林兰微博默认的时候 我仿佛挨了狠狠一个巴掌 根本不是什么炒作 李连珍就是对林兰动了心 李连珍避开了我的视线 旁边的樊胜立马说道 连珍他惯着你宠着你十来年了 还不够吗 连珍他处处都想着你 就连未来打算里也都有你 如今明显这种情况对他的前程更加有利 你就不能忍一忍吗 再说了 你除了受了点惊吓 你又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樊胜满脸都写着对我的不屑 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我的怒火一下子喷涌而出 我想都不想狠狠地给了樊胜一个巴掌 你和李连珍都不是好东西 等下次我就给你爸妈祭死老鼠 贴刀片 顺带在你爸妈家门口 颇有期 反正也没实质性伤害 樊胜当惯了发号施令的人 如今被我打了一巴掌 满脸猙獰 你这个贱人 你居然敢打人 他高高举起拳头 就要过来打我 我狠狠地瞪着他 李连珍见樊胜真的发了脾气 立马将我拦在身后 樊胜你别生气 瑶瑶他就是太生气了 这是我来和瑶瑶说 樊胜对上李连珍语气和缓了很多 这是你要尽快 网上的那群人也不是傻子 你和他一起长大的事情 已经被扒出来了 而且你上个月 还和他在一起的事情 也有人爆料了 你再拖下去 你的前程 樊胜说的意味深长 李连珍立马点点头 我都知道的 等樊胜一走 李连珍立马愧疚地看向我 我这几天都在忙 完全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你这段时间应该特别害怕吧 他说着就要过来抱我 我直接推开他 别在这和我说话言巧语 你已经不值得我相信了 面对我的冷眼 李连珍脸上露出一丝伤感 瑶瑶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真的要对我这么冷淡吗 我承认我对林兰有过心动 可是我最爱的人只有你 你能理解我吗 我怎么理解你的移情别恋 瑶瑶 你喜欢大房子 我已经攒下了足够的钱 能够买下一个很大的房子 你可以养猫养狗 还可以养花 这曾经是我最向往的生活 可是如今全成了扎在我心口的一根刺 如今我已经骑虎难下 为了你的房子 我的前景 我不得不这么做 他语气温柔 但说出来的话却冰冷刺骨 待会你配合樊哥录一个视频 就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有抑郁症 因为一起长大的经历 根本无法接受我们分手的事实 所以才会缠着我 你和大众保证以后会好好配合治疗 绝对不会再缠着我了 四 我怒急返效 再也忍不住了 扬起手来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李连针 你怎么变成这般面目全非的样子 你都忘记了吗 你当初说你当这个小提琴手 都是为了给我最好的生活 可是你现在还记得你的初衷吗 看到我红着眼的模样 李连针突然苦笑了一声 芳瑶 我一直把你护在身后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我现在这个身份根本就不稳定 我不是最有天分的 也不是最有背景的 我随时都有可能被取代 你只指责我忘了初心 可是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我们的未来付出了多少 所以到头来倒成了我的错 李连针说再多都改变不了 他早就被花花世界迷昏了眼的事实 而我们也早就不是曾经那对相依为命的小可怜了 我有些心灰意冷 我绝对不会承认我有病的 我们可以分手 但是指望着我给你的劈腿遮掩 想都别想 我甩手就准备走 却被李连针一把拦住了 你真的要毁了我吗 一点救情都不顾吗 他红着眼睛看着我 我却只觉得他面目可憎 我们没有救情 从你背叛我 欺瞒我的那一刻开始 就再也没有情分了 他紧紧地控制住我 瑶瑶对不起 我也不想的 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李连针拽着推到了一个房间里 听到咔哒一声繁琐的声音 我心一凉 你开门 李连针 别逼着我恨你 我拼命地拍门 但是李连针无动于衷 瑶瑶 在这里你绝对不会受到任何骚扰 你就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吧 只要我坐稳了位置 我肯定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凡圣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你不是说他深爱你吗 怎么连这点小事都不肯答应你 李连针苦笑 他爱憎分明 这会儿明显地恨上了我 让他好好想想 那你可要快一点 我看再拖下去不止网友怀疑 琳兰那边你也不好交代 我听着两个人的交谈 恨得咬牙切齿 好无耻的两个人 为了逼我就犯 他们居然软禁了我 开门 你们若是不开门 我就直接报警了 你别忘了我们从相识在一起 我一直都有证据 你别逼着我把所有的证据都放出去 这话一出 门很快打开了 我心中一喜 下一秒 李连针直接控制住了我 然后直接从我身上摸走了手机 我不敢置信地看向他 他一脸的愧疚 对不起摇摇 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转头他对着凡圣说道 他的手机密码是我的生日 就交给你处理了 眼睁睁地看着凡圣带走了我的手机 我心彻底沉了下去 我被软禁在李连针的房间里 凡圣为了逼着我服软 不停地给我看李连针和林兰秀爱的视频 以及他们合作的视频 的确男帅女美 好一对金童玉女 我从最开始的心如针扎到后来渐渐地毫无波动 凡圣却不肯放过我 他将所有评论都翻给我看 上面不是在骂我 就是在夸赞他们好配 你看到了吗 从连针走上这条路开始 你们便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冷冷地看着他 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不用你来和我说 他但凡有点骨气 自己来和我说清楚 还真以为我会纠缠不清吗 我虽然爱他 但是我也是有自尊的 凡圣知道我和李连针的纠葛 根本不是我离不开李连针 反而是他离不开我 你也够狠心的 连针以前对你掏心掏肺的 不管是做什么都要优先考虑到你 如今呢 你只需要承认你有抑郁症 连网报都不会有了 这是对你们所有人都好的一条路 你在决什么 你要知道他是最有前途的小提琴手 林兰是赫赫有名的舞蹈家 他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何必要插一脚呢 你只要肯让这一步 你以后就是李连针最亲的妹妹 她向来重感情 难不成还能亏待你吗 凡胜说的苦口婆心 我却一声冷笑 呸 你给我滚原点 有本事你们就软禁我一辈子 李连针他对不起我 他要是有点骨气就自己承认劈腿 想要我来给他洗白 没门 我的油盐不尽 让凡胜的脸一点点的冷了下来 你不会还寄希望于你和李连针在一起的那些证据吧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允许你有祸害到他的机会 你要想出去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答应录个视频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毁了他的 你那个公寓 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清空了 你好自为之 我一下子沉默了下来 李连针真是好样的 一点余地都不留 正如我了解他一般 他也很了解我 他笃定了我对他的爱意 不会留下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 所以他毫不留情地处理掉了我们曾经所有的回忆 见我一副身受打击的模样 凡胜终于笑了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不过就是录一个视频罢了 到时候你还能迎来大家的同情 何乐而不为呢 他洋洋得意的模样格外地刺眼 我将水杯里的水朝他狠狠地泼了过去 给我滚 让李连针那个混蛋自己来和我谈 凡胜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恶狠狠地盯着我 要不是你还有点用 看我怎么处理了你 临出门前 他冷笑了一声 别以为没有你 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再给你一个晚上的考虑时间 如果你还不同意的话 孤儿院的院长 还有你的那些朋友们就不好说了 六 竟然还想对我那些孤儿院的朋友们动手脚 我又惊又怒 将手中的被子狠狠地砸了过去 给我滚 消失了几日的李连针 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一脸讨好的捧着一个蛋糕到我的面前 瑶瑶 这是你最喜欢的蛋糕 你要不要尝尝 我直接打掉了他手里的蛋糕 一个眼神都懒得分给他 凡胜顿时越发地气怒了 他丝毫不给你面子 你还顾及他什么 他不愿意出面就算了 反正你们那个孤儿院院长 不是打算出来给你们作证了吗 李连针温柔地看了我一眼 说出来的话却格外的冰冷 可是院长的话根本没有他说的更加让人幸福 不等凡声说话 李连针便继续说道 你先出去吧 我和他好好说说 等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他突然盘腿坐在了我的对面 瑶瑶 这几天我一直想起来我们刚毕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乐团肯录用我 我依依依依很丧 觉得无法给你想要的生活 我看了他一眼 沉默了下来 是你一直在鼓励我 陪着我走了一家家乐团 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我以后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听到这里 忍不住冷笑一声 我要是知道你就是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 我根本不会陪着你走那么多乐团 更不会安慰你 见我丝毫不留情 李连针脸上露出一丝受伤的神色 瑶瑶 你不为了我考虑 你总要为了自己的未来考虑不是吗 你工作那点工资 最多只能够买得起几十平米的一个小房间 只要我坐稳了首席的位置 我有好日子过 难道还能少了你的吗 我无动于衷 李连针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我知道你一直记恨着我对林兰动了真感情 可是她太耀眼了 家世好 天分好 站在那里就是让人仰望的存在 有了她 我就能够站稳脚跟 日后前途无量 瑶瑶 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看着她急切的模样 我只觉得万分的嘲讽好笑 嘴里说着为了我们的前程 但是她眼底对林兰的迷恋根本遮掩不住 也是我们俩是从黑暗中挣扎着爬出来的 林兰却是个天生耀眼的 这种人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有着天生的吸引力 李连针对她动心 我丝毫意外 可恨就在于她过于贪心了 一边想要紧抓着林兰不放 一边还想要抓住我 只要我答应录视频 你们就放我出去吗 眼见着我松了口 李连针脸上的喜悦根本遮掩不住 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我怎么会舍得真的软禁你 对于她的话 我痴笑一声 她有些善善 这些都是凡哥出的主意 她如今是我的经纪人 我没办法反抗她 她出的主意 可是你都默认了不是吗 承认吧 你早就变心了 遮遮掩掩的模样让人我信 李连针被我毫不留情的话 刺的脸上划过一丝狼狈 七 我答应录这个视频 凡胜立马喜行余色 因为我手机里的东西都被她删得一干二净 所以她放心地把手机还给我了 趁着她不注意 我将我保留的一些证据 全都一窝蜂地打包发给了一家媒体 李连针的确了解我 可是她又没有那么了解我 我在她对林兰表现出异常的手就有所察觉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有意识地在收集一些她和我的对话录音 大多数时间录音都是我用来哄自己睡觉的 如今却成了能够指认李连针的全部证据 凡胜高高兴性地架起了摄像机对准了我 我给你准备了稿子 你待会被熟 我们就开始录了 我看了一眼稿子 顿时气笑了 稿子通篇就是我和李连针早已经没有共同语言可说 最终提出了分手 本来我都接受了 结果在知道李连针重新恋爱后 却接受不了 甚至刺激之下得了抑郁症 李连针把我看作相依为命的妹妹 自然只能忍让着我 将李连针洗得清清白白 我一阵恶心 凡胜见我翻着稿子 却没有动静 脸上露出了一丝不耐烦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不会是反悔了吧 我依旧沉默不语 这下就连李连针都稳不住了 瑶瑶 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 你怎么突然反悔了 凡胜更是暴躁的走来走去 我就知道他不可靠 这下好了吧 我记者都找好了 待会他要是当着记者面胡说八道怎么办 李连针第一次收敛了对我的笑意 阴沉着一张脸 那就不要让他出现了 还是找院长吧 凡胜看了一眼表 回头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等我忙完了再来收拾你 他拉着李连针匆匆忙忙地出了门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见我联系的记者果然已经将所有的证据都公布了出来 我这才大笑起来 李连针你想毁了我来维持你自己的名声 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我缓缓出了房门 刚到小区楼下 就见李连针和樊胜被紧紧地包围住了 两个人还没来得及看手机 丝毫不知道网上已经掀起了腥风血雨 凡胜甚至还在高声喊 大家不要急 我们连针已经打算开一个发布会 到时候你们想知道的我们都会说清楚 不知道是哪个记者大喊了一声 李连针是真的劈腿了吗 为了前程抛弃了青梅竹马的另一半 选择林兰 他心里会不会愧疚 凡胜脸色大变 你是哪家的记者 有些话不能乱说的 顿时一片议论声响了起来 不知道是谁开了头 朝着李连针砸了一个烂菜叶子 渣男不配当小提琴手 给我滚出乐团 劈腿就算了 还要诬陷女方 简直不要脸 有了一个人开头 一群人纷纷情绪激昂 朝着李连针和樊胜 不停地扔着鸡蛋和烂菜叶子 两个人格外狼狈 脸色惨白 八 两个人显然还有些不在状况 有一个记者一脸兴奋地提醒他们 你们还没看新闻吧 你前女友直接曝光了你们的录音 原来你们一直没分手 林兰居然还做了小三呢 话音刚落 樊胜的手机就响了 等她接完了电话 如丧考笔 满脸的不可一世都退成了一片灰败 看着两个人的脸色 我心中的一片畅快 我电话突然响了 一接通就是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怒吼声 你知不知道你毁了我 是林兰 她的话让我觉得很好笑 你现在知道慌了 可是你组织那么多人网爆我的时候怎么不慌呢 我从来不恨她的插足 毕竟是李连征先动心的 但是我无法原谅她引导自己的粉丝网爆我的阴影 这件事我也被李连征骗了 我也是无辜的 是不是真无辜你自己心中有数 我也不想追究 但是你让人网爆我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会原谅 这一次我率先挂断了她的电话 网上关于这一场反转剧情 讨讨论的格外热闹 我就是一句好家伙 原来 林兰才是小三 李连征太恶心了 这和抛弃糟糠发妻有什么区别 我可看到了 就连她入选乐团都是前女友的鼓励 林兰也恶心啊 明明插足了 还理直气壮的引导粉丝网爆一个素人 她粉丝还洋洋得意的晒出来 他们在人家门口破油漆 既恐吓信呢 素人小姐姐真可怜 希望她能尽快摆脱渣男的阴影 我彻底恢复了清白 而李连征被乐团解雇了 而我却不打算原谅他们 我直接报了警 最后两个人以非法囚禁的罪名被拘留了一年 这个消息出来 一片哗然 李连征的名声彻底毁了 林兰也被牵连 失去了现如今花团紧簇的地位 入狱之前 李连征要见我 见到我的时候 她像是松了一口气 还好你还愿意见我 我看着她 将手上的戒指退了下来 朝着她面前递了过去 我只是想起来 还有东西没有还你 李连征脸色一白 能不能不要把戒指还给我 这是我们十多年的回忆 能不能给我留一点念想 她试图将戒指重新推给我 我却摇了摇头 你当初没有留任何余地地处理掉我们之前所有的东西 如今这最后一样 也没什么留存的必要了 等你出来后 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们之间就如同这枚戒指 彻底完了 我当着她的面 用一个钳子 直接将戒指毁掉了 李连征不敢置信地看着戒指 又看向我 眼圈一下子红了 摇摇 你真的好残忍 一点希望都不给我留 面对她的指责 我心里思波动也没有 从你情别恋 还撒谎骗我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之间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你甚至为了自己的前程软禁了我 我们之前早就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了 九 为了让我被互联网彻底遗忘 我结结实实地休息了一年 等重新找到了工作 我回了一趟孤儿院 看到我回去 院长又是愧疚又是高兴 你终于愿意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彻底记恨上我们这里了 他满脸的苦涩 当时李连珍那个白眼狼的经纪人 拿孤儿院这么多孩子的前程威胁 我实在没办法 才答应作假 我摇了摇头 表示我并不在意 毕竟院长总不可能为了我 抛下这么多孤儿不管 我没来 是因为这一年来 媒体一直在盯着我 我若是过来 你们都不得安生 见我真的不在意 院长才高兴地拉着我 既然回来了 就在这里吃个饭 那些孩子们可想你了 果然我一踏进院门 立马被一群孩子彻底围住了 叫姐姐的声音连绵不绝 我脸上的笑意也浮了上来 将我买来的零食和玩具都拿了出来 这群孩子立马欢呼了一声 拿着东西跑了 院长一脸的责怪 你每年都要给这里那么多钱 你又是一年没怎么工作 还给他们买这些东西干嘛 你也要为自己的以后好好考虑 面对院长的关怀 我心中一暖 从孤儿院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天色擦黑了 我就看到李连征就站在不远处 一年不见 竟是有些恍若隔世 他看上去有些落魄 还有些苍老了 院长现在身体还好吗 他不允许我进去 想必是真的讨厌我了吧 难怪刚刚院长看我的神色 一直欲言又止的 我微微点了点头就准备离开 李连征连忙喊住我 瑶瑶 好久没见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不等我说话 他便继续往下说 这一年在牢里 我只要空闲的时间 都忍不住在想你 他看向我的眼神格外的情深 我是被那个锦绣的世界迷昏了眼睛 觉得林兰太过于闪亮 无法控制的追逐 但是这一年我冷静下来 发现我最放不下心来的只有你 一想到要割舍下你 我就控制不住的心痛 见我不说话 他以为我有所动容 朝我走了一步 就想要过来拉我的手 瑶瑶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会改 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我却直接避开了他的手 从你为了自己的事业 逼着我证明自己有病开始 也从我决意要毁掉你的前程开始 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可能了 见他面露焦急之色 我直白地说道 你已经无法在你的行业里展露头角 以后你只能做个普普通通打工人 还要时不时被审判 一年两年你不恨我 但是你能坚持多久呢 李连珍脸色一片苍白 你总说你在牢里会一直在想我 可是你们心自问 你真的没有想起过林兰吗 从你劈腿开始 我们之间最重要的信任早就没有了 一旦我们重新在一起 我会时刻怀疑你对别的女人动了心 所以对于我们最好的选择 就是从此再也不见 以后我们各自安好就行 我直白的话语 却并没有让李连争死心 我们基本上从出生开始就在一起 你真的舍得吗 见他这个模样 我终于忍不住心里的恶性 和那丝强忍下来的愤怒 你也知道我们从出生都在一起吗 那你在乎吗 二十多年 我们血肉都几乎融在一起的时间 可你不还是背叛我了吗 你不要再和我说这些情分的话 这只会让我觉得你越加的恶性 以后不要再见了 因为一见面我就想起了你的背叛 人生是没有后悔要的 不存在你走错了路 还有回头的可能性 而感情也是如此 一旦伤了 根本没有愈合的可能性 所以在拥有一段感情的时候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 不然后悔也没用了